好的,这里是FM20.999 绿绿丝熟空中爱的教室 现场直播 又到了晚上的五分钟散散步的时间了 伙伴今天早上很抱歉 今天早上的整个直播呢 其实是有完成的 但是直播后的档案呢 被FB挡了下来哦 因为呢,他跟我说呢 我的直播里面有播放了 苏瑞的《亲爱的小孩》这一首歌 那有违反智慧财产权的嫌疑 所以呢,他就帮我挡了下来了 一开始当然觉得难过啦 我又没有任何的商业用途 只是纯粹的就是透过播放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后来想想这也对哦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在台湾 一直没有办法被正视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创意的发想哦 放到自己的脸书上很快的就会被盗用了 甚至会被别人化用哦 就是只有原著可以看得出来说 哎,这是我发明的 可是却被别人发扬光大 甚至从事商业行为赚了钱哦 这有时候会是蛮old的一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坦然的接受脸书呢 把我的这个影片挡下来这个行为 因为我觉得外国的智慧财产权的落实呢 比台湾呢要深刻的多了 所以我用行为来支持这个 呃,理论哦 就是当别人的东西它是有出处的 像绿绿虽然在直播里面也会一直不断的重生说 哎,这是滚石发行的苏瑞的 搭车的主题 娶亲爱的小孩或是什么之类的 我会透过一些不断的描述它 然后这不是我的原创 这只是分享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会在无意中的分享呢 就侵害到了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所以就是绿绿赞成这个智慧财产权的捍卫跟守护哦 所以今天早上的直播有听到直播的伙伴呢 就恭喜你咯 没有听到的就跟您说抱歉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 就是两件事 第一个是秋天要吃白色的食物来养肺 因为秋天呢 秋造伤肺哦 那肺呢 就是包含呼吸 包含唇 舌 鼻等等 都是跟呼吸系统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就是多吃白色的植物 而且是当令的哦 譬如说 山药 譬如说白菜 等等之类的 那第二个就是 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爱的灵极线 因为有伙伴来信说 生活里面的负能量太多了 如何清除 所以绿绿放了两篇文章 在环岛亚具 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第一个是灵极线的一个执行者 就是一个在国外很有名的 这个灵极线口诀的实行者的文章 那是由赖佩霞访问他的 那里面就有谈到了 就是内在小孩的问题 那内在小孩是1963年 由这个密西尔 Dr.密西尔所提出的 他是博士也是医生 那他说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在小孩 那这个内在小孩会影响我们成年之后的行为跟判断 还有思维力 所以他出的这本书叫做 探索过往内在小孩 所以1963年内在小孩这个名词出来之后呢 就受到广泛的关注 包含荣格心理学里面都有谈到这个东西哦 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个内在小孩的这个和解 跟清除负能量的方式来回应昨天很信任我 在线上跟我做分享的伙伴 就是分享他的童年经验 以及他未来的想要做的事情 那绿绿放了两篇文章在环岛亚剧 欢迎大家去搜索一下 那林极限的口诀就是 我爱你 谢谢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好的 那这四句话的诗行对象都是自己内在的那个孩子 所以当你负能量来的时候呢 有五个步骤可以帮你清除 记得伙伴回到环岛亚剧 去点阅这个文章出来看一下 简单的白话解释就是 我们要正视内在的情绪 正视他之后呢 了解他 然后放下他 然后呢 重新清除他 然后在反复的这个步骤 举例来说 我今天想要去买乐透 可是我上次的经验是没有中奖 所以我买乐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 不会中奖的念头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是内在意识的一个趋势 那零极限里面谈到就是我们既然知道这个负能量是从哪边来 那我们就要有责任把它赶走 负能量通常就是由内在的深层记忆延伸出来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透过练习把负能量清除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是合欧PonoPono的一个零极限 那我们现在来约定好 从今天开始晚上 我们来练习就是零极限的 我爱你 谢谢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这四种清除我们内在负能量的口诀的运用 那大家可以到网路上去搜寻更深层的资料 那绿绿会开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在线上做讨论 实施的状态如何 通常七天就会开始有效果了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把负能量清除掉 好的 现在是晚餐时间 五分钟的散散步已经结束了 明天早上又是新的开始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完完整整的自己 跟内在的小孩呢 和平共处 并且帮助内在那个孩子 越来越成熟 跟你一起长大哦 不要受到过去的童年记忆 或是一些负面情绪的影响 每天都要有正能量哦 记得绿绿的话 我爱你 谢谢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记得爱是没有零极限的 我们一起 MFM0.999 我爱你 999 晚安 MFM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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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FM0.999